这一节,我们来学习这款卖穗花手提包。 接下来,我们先来勾织这款花片。 首先,环形起针。 勾针穿进圆环内将线勾出。 接着锁一针。 然后,我们在这个圆环内勾置八个枣形针。 先锁两针。 然后,勾针绕线。 用右手中指压住勾针上的两个线圈。 接着,勾针穿进圆环内将线勾出。 这样为一次线圈。 我们一共绕五次线圈。 五次线圈尽量保持在同一个高度。 然后轻轻地捏住这些线圈。 勾针绕线,一次退掉所有线圈。 接着锁一针。 这样完成一个枣形针。 然后,锁一针。 我们按照同样的方法, 在这个圆环内一共勾置八个枣形针。 二、一、中长针五针的枣形针。 锁一针吧。 第八个枣形针完成。 锁一针。 收紧线圈。 然后,在第一个枣形针上方的针目内。 构置一个引拔针。 然后,将线剪断。 第二圈,在两个枣形针中间的锁针空隙处重新起线。 先锁两针。 接着,在同一位置继续勾置一个枣形针。 然后,在同一位置继续勾置一个枣形针。 接着锁三针。 然后,在同一位置继续勾置一个枣形针。 然后,在同一位置继续勾置一个枣形针。 然后,在下一个锁针空隙处勾置三个长针。 接着锁两针。 这样完成一组花样。 后面重复勾置,一共四组花样。 继续勾置一个枣形针。 四组花样完成。 在第一个转角的锁针空隙处勾置一个引拔针。 先锁两针。 接着,在转角的锁针空隙处勾置一个枣形针。 接着,锁三针。 同一位置继续勾置一个枣形针。 接着锁两针。 然后,在枣形针和长针中间的锁针空隙处勾置两个长针。 然后,按顺序勾置三个长针。 然后,按顺序勾置三个长针。 接着,锁两针。 这样完成一组花样。 后面重复勾置,一共四组花样。 表連棈的锁针禁轮幅下转。 Jane SS. 第三圈完成 在转角的锁针空隙处 勾置一个引拔针 接着锁两针 同一位置继续勾置一个枣形针 然后锁三针 同一位置再勾置一个枣形针 转角位置完成之后 接着锁两针 然后在枣形针和长针中间的锁针空隙处勾置两个长针 后面顺序勾置七个长针 接着在左边的锁针空隙处勾置两个长针 接着锁两针 这样完成一组花样 后面重复勾置 一共四组花样 一圈完成 在第一个枣形针的针目里勾置一个引拔针 然后断线 第五圈 换线勾置 现在枣形针里将线勾出 接着锁一针 同一位置继续勾置一个短针 然后在转角的锁针空隙处勾置五个短针 下一个枣形针里勾置一个短针 下一个锁针空隙处勾置两个短针 后面顺序勾置十一个短针 下一个锁针空隙处继续勾置两个短针 这样完成一组花样 后面重复勾置 一共四组花样 这一圈一共勾置八十八个短针 一圈结束 在第一个针目里勾置一个引拔针 然后断线 这样完成一片花片 我们一共需要勾置十三片花片 两节一共需要勾置十三片花片 接下来我们按照视频中的排布规律来进行缝合 左手持线 勾针放在线的下面 向内绕一圈 接着勾出一个线圈 接着取这两片花片 我们取花片转角位置五个短针中的第三个短针的内半针开始缝合 另外一片取同样位置的内半针 接着绕线 一次退掉钩针上的三个线圈 这样完成第一个针目的拼接 后面重复相同的方法进行引拔拼接 接着 拼接到左边转角位置第三个短针后锁一针 然后取一片花片 勾针穿进左边花片转角的第三个短针的那半针 另一片花片取相同位置的那半针 按照前面的拼接方法进行拼接 三片缝合完成后 我们按照顺序将另外两片缝合起来 五片缝合完成后 我们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剩下的花片按照拍布规律进行拼接 可以按照这样的顺序 按照前面的方法 勾针穿进转角位置第三个短针的那半针 另外一片花片取相同的针目 然后进行引拼拼接 然后进行引拼拼接 拼接到转角位置第三个短针后 锁一针 接下来我们先来拼接这一条线上的花片 我们先取一片花片 取它的转角位置第三个短针的那半针 这边同样 接着按照针目顺序拼接 将花片缝合好后 捏住中间的花片 将包体对折 接着将侧边两片花片对折 用记号扣扣起来 固定好包体的位置后 重新起线 将包体从这边缝合到这边 另外一侧桶里 大家自行操作 接下来我们来勾置包口的部分 首先重新起线 从右侧花片转角位置的第二个针目入针 接着按照顺序勾置长针 按照顺序勾置长针 直到花片另一个转角位置的第二个短针 转角位置中间的三个短针针目里 各勾置两个长针 后面继续按顺序在每个针目里 各勾置一个长针 勾置到左边转角位置后 在第一个针目里勾置一个长针 在下一个针目里勾置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接着绕线 在缝合过的第三个短针上 勾置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接着在中间花片转角的位置 同样勾置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左边同样在第三个和第二个短针上 各勾置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接着绕线一次退掉所有线圈 这样完成中间的转折 后面继续按顺序勾置长针 左边转角的位置同右边一样 在五个短针上勾置一个长针 三个长针加针 一个长针 后面按顺序勾置长针 左边转角的位置 在第一 二个针目上各勾置一个长针 接着在第三个已经缝合过的针目里勾置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在中间花片的转角位置 在中间花片的转角位置继续勾置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在左边花片转角位置第三个短针上勾置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绕线 然后绕线一次退掉所有线圈 这样完成侧面转角的位置 后面继续勾置长针 后面按照前面的方法勾置完包包的另一面包口 包口第一圈完成后 在第一个针目里勾置一个影拔针 接着锁两针 然后继续按顺序勾置长针 转角位置 在第一个针目里勾置一个长针 然后在上一圈加针的六个针目里 每隔一个针目增加一个长针 在第一个针目里勾置一个长针 在第二个针目里勾置一个长针加针 后面同理重复两次 后面继续按照顺序勾置长针 在中间转折位置的三个针目里勾置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接着绕线一次退到所有线圈 这样完成中间的转折 后面继续按照顺序勾置长针 我们按照前面的方法将包口第二圈勾置完成 勾置完成后 用缝合针将线头隐藏起来 缝合到转角位置第三个短针后 锁一针 接着按顺序取两片花片 分别取这两片花片转角位置第三个短针的那半针 然后按照顺序进行引拔拼接 然后按照顺序进行引拔拼接 缝合到另一个短针后 锁一针 然后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把另外两片拼接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合号之后重新起线 将另外两片拼接到正确的位置 缝合到下一个转角位置第三个短针后 锁一针 接着将最后一片花片缝合在这一片花片上 拼接好后 重新起线从这边缝合到这边 这边也是 然后每四片花片中间的位置都要锁一针 剩下的大家自行完成 这就是拼接好的样子 包体的部分完成后 我们来勾置包带的部分 我们在两边花片的转角最中间的三个长针上勾置包带 首先在中间针目右边的第一个针目里扣上记号扣 然后翻转 然后翻转包体 从包包里头开始勾置 把线绕在手上 从记号扣这个针目里重新起线 接着勾置100个辫子针 100个辫子针结束 在左边记号扣的位置勾置一个引拔针 接着在后面两个针目里各勾置一个引拔针 然后翻转支片 挑辫子针的里扇按顺序勾置100个短针 100个短针结束 在辫子针起头的下一个针目里勾置一个引拔针 接着翻转包包 然后在辫子针起针的位置勾置一个引拔针 下一个针目里继续勾置一个引拔针 接着在上一排短针针角处按顺序勾置100个短针 100个短针结束 在左边的针目里勾置一个引拔针 断线将线头隐藏在包体内 这样一条包带就勾置完成了 后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另外一条包带勾置完成 和这条包带勾置成